好 继续焦点拉回国内 我们来看一家知名的蜂蜜蛋糕店的纠纷 这位离职的员工指控 他说老东家涉嫌隐藏蛋糕制造的时间 他说过去他上班的时候呢 每天上班要在蛋糕的外包装上 贴上当天制造的日期标签 不过事实上呢 这个蛋糕从花莲工厂宅配到台北的专柜 至少已经过了一天了 连员工自己都搞不清楚 到底这个蛋糕是什么时候做好的 但是位在花莲的总公司表示 这一切都是误会 经过百货公司的专柜 冷藏柜里一盒盒蜂蜜蛋糕 看起来新鲜可口 但有离职员工爆料 这些蛋糕上面的制造日期 和事实差很大 每天早上他先把今天日期贴上去 那如果没有卖完的话 那再把就是放回去冰 那冷冻库冰 那隔一天再把就是昨天的日期撕掉 然后再把今天日期贴上 就是这种蜂蜜蛋糕 按照尺寸的大小 价格从80到230块 上面的确有贴制造日期 显示是当天生产 未拆封的话可以保存7天 这名前员工说 从花莲的工厂出货到台北专柜 宅配至少一天 却在台北的专柜贴贴上当天的标签 当做制造日期 他还拿出照片 说总公司会提供他们一整个月的标签 拿出来卖的时候就贴上当天日期 卖不完就冰回冷冻库 隔天再拿出来贴新的 实际求证台北专柜 和位在花莲的工厂 两边说法却不一样 业者强调他们的蛋糕都是当天制造 当天配送 不会有宅配超过一天的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制造的老板和员工各说各话 也难怪消费者看了一头雾水 中天新闻综合报导 内容